大家好我是姊夫 歡迎來到姊夫食堂 姊夫今天要分享一道老少咸宜眾所皆知的義大利麵 Carbonala 奶油蘑菇培根義大利麵 這道義大利麵的做法很簡單 又方便很快速 剛好作為姊夫今天的午餐 嗯 好吧 是姊夫為了做午餐才順便拍了影片 姊夫稍微改變了一點點傳統的做法 加了一顆水波蛋還有松露醬 犒賞犒賞自己 嘿嘿 一根雞蛋就可以讓姊夫很開心了 好了 那我們就開始囉 我們要準備的材料有 義大利麵 培根 茄子 白蘑菇 切厚片 紅蔥頭 切碎 洋蔥 切碎 白葡萄酒 鮮奶油 泡馬生起司 雞蛋 檸檬汁 或者是白醋 松露醬 橄欖油 鹽巴 用來調味 先燒一鍋熱水 這是煮義大利麵要用的 加一點點鹽 一點點油 義大利麵放下去煮 動一下 再煮一小鍋熱水 加一點點鹽 加一點點檸檬汁 或是白醋 這是煮水泡蛋要用的 想要煮個完美的水泡蛋 解附有幾個 Pepo 第一個 煮水泡蛋的時候 要加一點點檸檬汁 或者是白醋 酸心無質可以幫助 雞蛋的蛋白凝結在一起 水泡蛋就會比較好看 第二個Pepo 當熱水快要沸騰的時候 我們用湯匙在鍋裡面旋轉 弄成一個漩渦 這樣可以讓蛋白往中心凝結 雞蛋輕輕的倒進去 噢對了 最後一個Pepo 就是在煮水泡蛋的時候 水不要沸騰的太劇烈 讓水溫接近沸騰 但還沒有沸騰 所謂的水泡Poished 就是指用接近沸騰的水溫 來烹調食物 只要掌握好這幾點 誰都可以煮出完美的水泡蛋 好 輕輕的動一下 接下來就可以熄火 用熱水的餘溫 浸泡著雞蛋 讓雞蛋慢慢的熟成 來炒麵囉 預熱平底鍋 先炒培根 不用加油 培根本身就有很多油脂了 慢慢的炒 火不要開得太大 只要把油脂煸炒出來 就好囉 多翻動幾次 多餘的油 也不會還會倒掉 因為油脂太多 也會讓以鮮奶油為主的白醬 不易凝結 也就是所謂的開花 喔齁 白醬開花 在西餐來說 這可是條死罪 加入切碎的紅蔥頭 炒一下 切碎的洋蔥 炒一下 炒出香味 白蘑菇片 蘑菇片要切厚一點 口感會比較好 拌炒一下 讓它均勻收熱 可別忘記一大粒麵喔 來 過濾 回到這裡 加入白葡萄酒 炒一下 炒一下 讓酒精蒸發 鮮奶油 拌一下 加一點點鹽 培根本身就有鹹味了 要注意份量喔 爆一些新鮮的 Pamijano 起司 也會讓醬汁 更濃稠喔 當然 也會添加風味 義大利麵下鍋 一起炒 翻炒一下 讓醬汁 都吸附在義大利麵上 另一個主角 上場囉 水波蛋 松露醬 再來上一些 Pamijano WOW 是不是很療癒 開動囉 Kamoraro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義大利麵 有一千種做法 呵呵 姐夫只是做個比喻 但是 不管是什麼樣的做法 只要是適合自己的 都是完美的做法 這也是下廚的樂趣 不是嗎?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有任何疑問 請留言給姐夫 喜歡姐夫的影片 可別忘記 給姐夫按個讚喔 還有訂閱 和分享姐夫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囉 白布